分享分享分享留言列印2019年2月28日13点08分联合晚报记者程佳文 台北报道去年底最后一名义务议士兵退伍国军常备部队全由志愿义人员组成 到底目前国军的人力状况如何 国防部长颜德发日前宣称 国军边线比已达82.86% 备计109年底 可达到九成的目标 依此推算 可知目前共有155,700余人 立愿于民国100年底修订兵役法 确定义务一走向落日 然而 转型初期的102年 曾发生招募目标28,000人 实际获得不到1万亿千人的惨况 随助政院同意提升官兵待遇 提高从军诱因 加上军方派员积极到各校招募 成绩有明显提升 以过去两年而言 目标都是一万五千人 第106年实际获得一万五千两百二十二人 第107年是一万六千零三十五人 国防部官员表示 外界原本畅衰边线比九成目标 如今看来却有机会达成 尤其今年不举办警察特考 更是募兵大力多 一旦边线比达到九成 招募数字就只需与退伍数字拉平 估计每年招募需求就会降到一万人以下 此时便会将重点放在提升募兵的素质 例如海军舰艇 飞弹部队等单位 就可能将士兵的学历标准 由高中提升到大专 分析志愿义士兵背景 改善经济是最重要的理由 偏乡 原住民或单亲 隔代家庭等相对弱势族群 从军议院较高 此外募兵始终北冷难热 北部因为首都防卫需求 原本部队数量就大 但是工作机会多 薪资水准高 募兵又因不及南部 每年招募排行榜 都是北部单位调车位 不过官员也警告 目前看来 士兵服满一期后就退伍 不愿续留军中比例仍然偏高 不止提高招募压力 也形成投资浪费 此外 由于台湾社会少子化浪潮来袭 目前募兵区间内的民国76年至90年 每年平均 诞生31万4千余人 但是91至99年 平均仅18万6千余人 跌幅高达四成 五年后能否继续维持现有兵力规模 仍然大有问题 分享分享留言列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